哈喽大家好 我是艾尔文 如果有一本书 作者帮你看完十多篇的论文 片坊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授 调查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事件与造成原因 然后再从中整理出适合每个人运用的观念 你觉得这本书是不是很值得一读 今天我要来分享的这本书 《Smarter, Faster, Better》 作者你应该不陌生哦 就是出版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 那样工作的查尔斯·杜希格 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与耶鲁大学 得过普利之奖 也是畅销书作者 光从背景来看 他应该是个工作效率很高的人吧 但其实他跟大部分人一样 也面临到事情很多 时间却不够的问题 也烦恼该如何在工作与生活中取得平衡 而为了解决这方面的困扰 他学习了很多方法 最后整理出这本书 里面总共分为了八个主题 分别是 动机 团队 专注 目标 管理 决策 创新 有效解读资讯 而这八个主题 全部都和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有关 一个人的生产力跟有多 卖力工作 努力打兵 没有关系 并不是做出更多的牺牲 就会有更高的生产力 所谓的生产力 是跟选择有关 书中这样描述 生产力跟如何做出选择有关 特别是可以找出旁人忽略的选项 它是一个能够帮助人更有信心与安心做出决定的方法 这方法跟如何调试看待自己的生活有关 跟如何定义自己的人生故事有关 以及推动自己不断前进的目标有关 在工作或生活中效率高的人 通常会要求自己去关注及选择大部分人宁愿忽视的事情 知道如何提高生产力 将会推动自己去思考别人从来没想过的事 在今天这支影片中 我会分成四个面向串起来分享我读的心得 帮助你运用在工作与生活中 我要谈的第一个面向是 没有动机 没有开始 你是否也有过 明明知道有件事应该要去做 就是提不起劲 不拖到最后一刻不会去做它 为了解决这个困扰 作者从心理悬疑研究报告中找到答案 人会不想去做某件事 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对不确定的事情会强烈抗拒 所以要有做的动机 需要先对那件事情产生掌控的感觉 这样你就会有确定感而且想去做它 我举自己写影片脚本为例 每次在写之前 其实一开始都是有点抗拒 特别是我没有太多灵感的时候 但这跟我在写作上面的经验很类似 我知道只要先试着写下100到200个字 接下来就会容易很多 简单来说 有开始后面就不难了 再举其他例子 想要运动 那就先穿上运动鞋 运动衣 想要阅读 就先把书拿出来读个一两段就好 总之想要产生做事情的动机 可以先从一小部分跟那件事有关的行为开始 先产生确定感与主控感 而不是让自己处在不知道该如何完成的失落感之中 当然上述举例子 还算是小事 但如果是在人生中的大事或是工作中更重要的事怎么办呢 更大更杂更难解决该怎么办 这就要运用到书中第三章与第四章的内容 我整理成下一个面向来跟你分享 不过我先补充一下 关于人的动机有分内在诱因跟外在诱因 我在另外一支影片有更深入的分享 看完影片可以再去复习 第二个面向 不懂聚焦 浪费资源 有句话你应该不陌生 你的时间花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这句话主要想表达的是 你必须专注在对的事情上 现代人很忙 忙到忘了自己的梦想 忘了自己的人生 杂事太多 诱惑太多 资讯太多 动力却没那么多 导致许多人看似有目标 却没有聚焦 结果是往反方向 不断努力远离该有的目标 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呢 就是运用心智模型 心智模型是现代心理学常探讨的一个领域 它会影响一个人养成的习惯 研究也显示 越擅长用心智模型的人 收入或想要达到的成就也会越高 有机会我想要再录一支影片 来分享我自己常用的心智模型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知道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而这本书提到的心智模型的方法就是 跟自己说故事 比如你以后想要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为什么要过那样的生活 你想要追求的梦想 为何会让你心动 不过一连串的问题 引导自己去正式真心想要完成的目标是什么 你过的生活愿景 想要过的生活愿景又是什么 关于聚焦 我常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 你可以记下来 事情一定很多 但不是每件事都值得去做 做重要的事 永远是最重要的事 第三个面向 先有报复 将大目标拆成小目标 练习聚焦后接着就是设定目标去实现 设定目标的方法有很多种 这本书提供一个不复杂又有效的方法 先找出报复 然后再拆成可衡量进度的目标 其中我觉得最大的关键就是在报复 这几年来我一直有一种体会 你必须对想做的事情着迷 你才不会被其他的杂事阻挡下来 如果你的内心找不到原因去完成目标 你在过程中一定会被很多事情给诱惑 此外 如果你每天做的事情 跟你心中真正想要达成 有报复的目标没有关系 你做再多也只是耗掉时间而已 所以赋予你的目标 还有现在做的事情 更多更大的意义 去跟你内心渴望的未来做连结 让自己更着迷去做那件事 做很多的事 不代表就是做对的事 你是会因为做很多的事 而得到从此的一天 但也只有一天而已 隔天还是继续完成短期 成效不张的事 不知不觉错过的每一天 就会变成错过的每一年 第四个面向 多方吸收资讯 然后有系统的解读 有了动机 知道聚焦 设定好目标 如何更有效的完成 方法是多方面去学习别人的经验 然后大量的行动 大量的行动很好理解 就是多做多尝试 这边我想分享的是多方面的学习 书中提到 透过收集多方资讯 还有学习别人的经验 可以找出更有效的方法 不过等等 我们不就正处在知识焦虑的世代吗 时间都不够了 怎么学更多 所以你要把握一个前提 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去吸收与解读资讯 关键在于 简化吸收与解读资讯的过程 所谓简化 不代表是忽略重要的讯息 事实上 因为我们的大脑希望尽可能省力 所以若一次把所有的资讯集中在眼前 要么会随便下结论 要么就是摆在一旁不理他 有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 当公司提供两个退休计划给员工时 大部分人会参与其中一个 可是当公司提供的计划 多达53个 参与的人就会只剩一半 简单说 你眼前如果有10个问题 你能不能找到其中一两个关键的问题去解决 通常这些问题一旦被解决了 其他的问题影响也就不存在 举个例 好比说你想要贷款买一栋房子 你可能会问 我要买空间大一点的还是小一点的 地点要远一点安静一些 还是要近一点方便一些 当你问自己这些问题时 你的答案可能就从住起来的舒服的感受去思考 但如果改问哪一种才是我能够负担又适合的呢 你就会从自身经济能力去思考要买什么样的房子 或是该不该现在就买房子 我们的大脑很聪明 但也很笨 你要问对问题才会有对的答案 人生有限 如何活用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事 不论是花较早的时间得到一样好的结果 或是从工作中取得更高的绩效 得到更多的成就感 都需要刻意的去练习去加强 想让自己持续变更好 就要练习不同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自然会反映在工作与人生的满意度 最重要的是 可以把多出来的时间留给家人或美好的事务上 所以最后 我希望你也能够带走这一段话 改变不会是一朝一夕就发生 却肯定是一点一滴进步而累积 每天让自己比昨天更好一点 每个明天就会比今天更好一些 以上就是我读这本书的心得 说实在这本书并不好读 不像作者前一本书会给人满满改变的动力 不过如果你从扎实的角度来看 作者是真的吸收并行动很多后才整理出来 很适合当个工具书 如同书中一再强调的生产力跟做出选择有关 提高自己的生产力是为了看出别人忽略的选择 看清楚自己人生要走的路 希望分享的这篇心得能与你一起成长 引发出你想成长的动机 如果内容有帮助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 想要看到新的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后记得一定要按旁边的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啰 今天就这样啦 期待透过我的分享能够缩短你学习成长的时间 不断朝着想要的生活前进 我是艾尔文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